所以我讲了2017年的经验过后 主要的是我要跟你们分享我2019年的经验 有没有跌倒先? 2019没有 2019没有跌倒 2019年的话是我跟其他三个人一起去的 所以我们是个女的 在那边我们去了比较多地方 差不多三四个地方 所以我们那时候2019年飞过去的时候 我们先到了那个韩国的所谓的飞机场 然后在那边我们又赶了 赶飞机赶去大去季州岛 ok 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赶的 for some reason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就是在赶 因为可能那个timing 有时候你很在control这种东西的 那是 那到了季州岛过后 因为我两个朋友会驾车 所以我们就租了车 那这些是我们在那边看到的 那时候我们去的是四月份嘛 嗯 所以它是他们的Spring Around Spring 这样 ok这个是我要讲的一点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韩国的一个dream 就是banana mule 这些可以在他们的那种 711买到 ok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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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hat's right 你有喝这种东西的话没有来 真的很好喝 我跟你讲这个 因为每次在那种韩剧看 然后他们都会喝这种 喝到很爽 这样 对他们每次开的很好喝 It's very very nice That's right 这个真的很好喝 我很喜欢也是 到了那边我们就住了车嘛 然后我们就嫁去 直接嫁去我们的第一个住的地方 也是airbnb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那边看到 你知道吗 我们注册了过后 然后我朋友就嫁过去我们住的地方 很多的樱花啊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看耶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 我也是没有看过耶 嗯 我们就开始嫁到 我们要住的地方了 嗯 然后这是那个风景 好漂亮 在海的旁边 好美啊 看那个天空 你就是看到无尽的海这样的 很美哦 哦这个很美的 又很凉 因为热了 12度而已 哦 超凉的 在路途中我们也是有去找这种花来看 它的樱花跟他们那边 寄宿岛的那个花 很漂亮耶 很多这种红色 超美的啊 这个哦 是一整排的哦 那个路 一整排的路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看到很多车在那边停着 很多人现在来拍照 好美哦 哦 你看到那些花 我就坐在那个草里面这样拍照 哦哦 好湿意浓浓哦 什么湿意浓浓 好漂亮啊 你不觉得呢 嗯 我们新加坡是一整排的树 哈哈哈 树而已 没有花 然后在西州岛呢 我也是去买了这个 它们的水 这个 这个水 水瓶呢 的style呢 好Q啊 是西州岛的style的 这个哈拉邦 哈拉邦 嗯哈拉邦 CUTE CUTE 我们的第一个地方 A&B place DAMN NICE DAMN NICE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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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边有那个view 因为他们这边 如果你看得到 这边有个桌子 BBQ 可以我们在那边BBQ 好开心耶 然后就看到那个view 所以这边都是A&B来的啦 呀 嗯 很像Bungalow这样 一个一间一间一间这样 好漂亮哦 然后每天你起来 你开的那个门 就是靠这东西 超爽的 嗯 嗯 新加坡这我们家的楼 那是三楼 看这边有三楼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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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哦 二楼 我喜欢那个楼梯 哈哈哈 嗯 它是我坐几楼啊 我坐二楼 就是整间你们人啦 对 然后很多个房间 然后我都没有坐三楼 很爽 然后里面有暖气啦 那是我住那边吧 开始啦 OK 我看你很excited 你就在跑来跑去 我都在HIGH ROOM 什么 你看你跑了又走了 哈哈哈 你不可以介绍房子哦 三楼还有保险尼耶 三楼 这为什么你不要住三楼呢 没有啊 我朋友要住三楼 因为爬很多楼梯 我才不要 哈哈哈 爬到三楼去耶 这里 哦 还一个人住 然后保险尼 哦 美耶 保险尼耶 是我就住三楼了 然后你们要找我 你们自己上来 哈哈哈 我们在这边住了一天还是两天 嗯 隔天我们就去换地方住了 哦 我更喜欢第二个地方 因为那个真的是好像很正宗的 韩国style的那种住 住处 然后这是我们第二个住的地方 还有一个外面 就是无尽的大海哦 你看 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家外面呢 拍了很多照 嘞 哦好cute 还有那个信封 啊那个 latterbox 嗯 嗯 然后真的拍很多东西 哦好可爱 哇你这样不能死才怪 全部穿短短的 哈哈哈 爱美不要命吗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看起来只有一个聪明耶 穿牛仔裤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这个是我们去的一个海边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黑沙 它的沙是黑色的 嗯 嗯 注意看 black sand 哦 它的沙是黑色的 所以弄到水看 一定是它的石头的erosion 什么的 哦 然后这是它的 退潮的时候 这是地潮的时候 嗯 所以你可以走走上去 然后它的水也是很干净 很透彻哦 对很clear but 这种水可能是很咸的 对不对 就是越clear的水越咸 什么 but you can see a reflection idea 哦是哦 好美 对对 盐水好像是最透的 对 蛤 你像是黑沙的水 蛤 你像是黑沙的水 也是很咸的 这个我们吃的 这个我们吃的 这个是那个小鸟 飞到很低耶 你看它在侧上面的也 好海哦 好海哦 才享受人生 它好像就是打 把自己当成一个风筝 嗯 它好看 很舒服耶 如果是个鸟就舒服你 它还得 把它自己keep在上面 然后过后 这是在 济州岛嘛 所以在济州岛 我们大概差不多三天还是四天 然后我们就去个另外一个地方 釜山 哦 Bushan 然后我们在那里 没有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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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然后我们就去了 他们那些旅游景点 然后其中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在白天的时候看的 的时候 我们就是等 晚上的时候 那个灯会出来 这整个桥都是有灯的 灯哦 嗯 你看到这个桥 嗯 它是白天是讲的啦 然后我给你看它晚上的时候 好美耶 哇 它晚上的时候是讲的 而且它的灯会酸酸的 哦好美 对 所以我们在那边 就在那个cafe等了好几个小时 在那边拍 就为了等着一个 嗯 嗯 OK 因为太冷了 所以我们也不敢出去 这样太冷了 而且我们穿裙子 有些人 我们几个穿裙子 为什么冷还穿裙子 因为没有想到会这样冷 穿裙欸 我看你们在 就要包成这样 你还穿裙 我不行 就只有一个而已 哈哈哈 就是那时候我朋友画画的一个东西 他画我们四个人 这边写 almost like untrip 你怎么知道他要来啊 这样 哈哈哈哈 你现在来了 你现在还没有来 哈哈哈 好笑哦 然后我们就去了很多它的 那种 哦好漂亮 你这个好漂亮 外国人是有个家的地方 Santorini 呃 Greese 啊对 something like along this line 它们有这个颜色啦 它们是蓝白 蓝白的颜色这样 哇好可爱 它是steakies 很多颜色 然后我们就去他们的cafe 厅那边做足够 哦我没有 很可爱的东西 这边喝咖啡 嗯 这是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片长长的路 然后它的路也是有很多那种 很多颜色啦 这种给我们看的 哦哦 不是啊 我们走到围围 然后看到那种有一个山洞 那你们有进去的 那个也是可以进去的 哦 然后我们就走到围围嘛 然后就看到了这一个 然后我们就走进去了那个洞里面 然后就看到这些东西 哦不是山洞 它是已经人家弄好好的一个大人进去 对对对 然后是没有这样 bright的啦 是比较暗一点的时候 然后有这个东西 哦 touch 所以你手放上去啊 会有灯散出来这样 哦 每每的design这样 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去玩一下也好 其实这个是 我们在那边是有拍一些照片 这种很random的照片 我们跳很久了嘛 我们在那地方跳 我们看到很羞羞羞 哦 哦 真的很高小 跳得很累啊这个 太厉害了 不过好看啊 然后我们就去了第三个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 village 所以那边是主要那种 比较traditional的东西 在那边我们就去穿了韩国 我第一次穿韩国 每个人去韩国都一定会去穿 他们的韩服 然后去日本你就会穿和服 日本的 新加坡你就穿短裤 哈哈哈哈 什么鬼 对 所以我就给你看一下 我当时我穿韩国的感觉 我说哇第一次很开心耶 这个很开心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我穿的backview 哇你是 那这个叫什么 呃 我是皇后 哦我是皇后 我是我很有威严的皇后 走路还这样 所以我选了颜色黑跟黄 哦 我这是刚做好 我拍一份 mirror 好漂亮哦 我喜欢那个有点lis list的 我觉得你真的生错国家 对啦 我还以为是觉得当典的 哈哈哈哈 我们四个人去嘛 所以只有三个人穿 然后那个他不要 所以他就是photographer 哦photographer 我了2hours 就一直帮我拍照 拍照拍照拍照 但是他帮我拍了一个 哈哈哈 我真的很灿烂耶 我觉得 这个真的好看 那个头饰也是一起的 对也是一起的 嗯 我很喜欢这张耶 嗯 很grand啊感觉 ok然后 过后我们就 又回到了首尔 然后在那边我们就去了 那个叫Nami Island 有通过吗 冬季链哥 哦 冬季链哥 的地方 哦 yeah 我要看 这是其中一个照片 你看那些书都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开的耶 有些人好像没有叶子这样的 拨打 啊 拨打 那边很多拨打的 我看到我老公 哈哈哈 你看 哇 好酷哦 是那个style 那个东西是什么 哦 那个好cute 那两个东西是什么 很cute啦 it's snowman cute啦 啊 这个是snowman啊 不是snowman这个 那是snowman是什么啊 我以为是mashmallow耶 哦 诶 我不懂啊 哈哈哈 这是其中一张 哦 好美 这个也是第一次我真的感受到 当一个当地人的感觉 因为那时候晚上差不多九度这样 然后我们就去了 Hanggang River 我们在晚上去那边 然后就又很冷 然后fall又很大 然后我们就买了它的泡面来吃 然后这是它的泡面 你放在上面就好了 它要帮你个豆粥 哦 酷哦 哦 这个他们的电视剧都有演的 对 我就看到这个 然后放cheese 我去try yes cheese with noodles 然后又买这个banana 又来喝 这个很好喝 然后有一个我们吃的最贵的一餐 而且是 最贵 最多东西的 贵一定要拍照啦 因为要永远记住它很贵 这个真的是全套的 哇 它有几样 好多套哦 十十二十六 十六到三天 很多 所以我们四个人吃 哇 这样就是你们四个人吃啊 嗯 对 所以就是这样啦 我韩国的经验 真的是超好玩啦 所以有时候你要跟对的人一起去玩 对 玩这种东西 要愿意玩的人就好玩 他敢玩啦 嗯 ok好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有同样的感觉 或者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讲的 也可以告诉我们 在以下留言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按赞跟订阅我们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